明年呢 把他申報的時候繳納所得稅 好 剩下才是什麼? 股東的捐贈 所以我剛剛黑板上舉的這個例子 其實沒有涉及到收所得稅的問題 但是這個地方呢 它是指 可能現在的改變了 要不然以前就講 當你土地賣掉的時候 你才要繳所得稅 所以這應付所得稅變成是一個 也是一個負債避免的客戶 可能是長期的負債 因為你不小心的時候才會賣掉 但是現在有一個律法的規定 你今年收到的 它就是明年要去繳稅 所以它就產生一個應付所得稅 好 它這邊講了286月第二點 它說呢 這個所得稅在年度結束的時候呢 會跟其他所得一併計算 然後在次年申報的時候繳納 好 好 這個地方它這樣的規定 但是 我其實抱持存疑啦 因為基本上是 我既然拿到這個土地 可是我沒有 假設我沒有拿到任何的那個現土 然後變得我有足夠的現金來繳稅啊 所以我覺得這個地方的規定是有一點點 我覺得有點納悶的 我的認知上面 跟大家去查證一下 我的認知 這個部分應該是要等到土地賣掉的時候 它才來繳得稅 就照理說 我感覺上面 因為等於是我土地還沒有賣掉 我怎麼要繳得稅 好 但是它這邊是這樣子寫的 所以我 但我是說 基本上你要先把所得稅先沽進來是對的 只是什麼時候去申報繳納 什麼時候去申報繳納 就我的認知裡面呢 我應該是記得是 應該是土地賣掉的時候 你才去繳這個所得稅 好 那現在呢 它這邊是講說要刺免 就是取得的隔離就要申報繳納 這個地方我比較純粹一點 我來去查證一下 好 這是第一個政府補助的 好 是政府的那個捐 不是 普通捐贈的 那我來看一下呢 我剛剛提到有政府捐贈的部分呢 我看可能在後面 附入的部分吧 好 請你看一下呢 三百二十頁 我們剛剛看到兩百八十五頁呢 指的是股東捐贈 好 那股東捐贈 它就是捐贈給你 然後也沒有要求要做什麼 那當然是未來要做什麼的 使用是公司的規劃 那我們看一下呢 我剛剛提到有政府補助的問題啦 好 那政府補助呢 你可以看一下 這邊在三百二十頁說 政府補助是由政府對於符合 特定條件的企業 提供經濟利益的行為 那這個目的是來鼓勵企業 從事某項活動 好 那政府補助呢 會把這個資源轉給企業的補助 然後呢 實務上是叫做 政府捐贈或者是補助款 或者是獎勵金 好 那當然呢 你後面有一個條件 認定的條件 好 剛剛我們已經講了 第一個呢 就要能符合政府補助 所附加的相關條件 而且這第二個是收到這個政府的補助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呢 從例子上面來講 好 從例子上面來講 它的一個我剛剛提到的一個觀念 他說呢 南港公司呢 在X7年呢 收到政府的補助款200萬 他是給他現金200萬 好 那他呢 這個 假設他有這些要求了 第一個 如果這個補助款 是作為佈置專攻研究活動 使用的儀器設備 那X7年初呢 也買了這個設備 預估10年沒有補助 用直線法來提煉折舊 好 那第一個呢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下列這種情況 第一個我們來看一下說 如果政府補助這200萬 是為了讓他買儀器 然後呢 來做那個研究之用的 好 那這儀器買進來之後呢 可以用10年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情況一的話呢 那我們看 他買的時候 政府補助 這個儀器可以用10年 所以呢 我們剛剛是不是講說 因為你的研究 然後你這個10年呢 慢慢的 這個儀器慢慢去攤提掉 所以我們看一下第一個 322頁 好 好 如果它是第一種情形 是政府補助200萬 你可以看一下322頁的 第一 情況一 所以1月1號借現金 帶政府 地延政府補助 好 就是我剛剛講的 地延補助收入一樣 好 那我呢 在1月1號的時候 就買了儀器進來了 所以就是一借一劑設備 帶現金補了200萬 好 因為他沒有講 他沒有負錢 我們剛剛都要負錢了 那年底的時候 我們說這個政府補助的 這個部分呢 因為這個機器呢 可以分10年 可以用10年 就用直線好職業折救 所以我每一年 借這個儀器的折救費用的同時 就把地延政府補助轉為收入 好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在X7年的12月31號 往後的10年都是這樣子 借地延政府補助貸補助收入 好 這個是X1種情況 好 那當然後面呢 就告訴你說 我的資產負債表的表達方式了 好 這個我看 要用科目你就知道了 那第二個呢 我們看一下 再翻過來 這322頁的第一種情況 這個一個快速處理 好 這個怎麼寫 好 那第二個呢 就是如果這個補助是當作土地 然後並開發建物之用 然後X7年初也買了土地 那X9年11月31號這個土地 尚未完成開發建物的條件 所以呢 它不是買儀器 它是買土地 那你想儀器有年限 對我可以分10年來承認 我的補助收入 但是買這個土地 土地又不用提列折旧啊 好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它是買土地 好 所以當它X9年11月1號 完成它的開發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把它承認 一次承認的 好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X 情況2 好 政府補助的時候 是進行金代 地顏補助 好 然後呢 我同時也買了 先買了土地進來 好 這是年初的時候 那我們看一下呢 到X7年底 因為它還沒有把房子蓋好 所以它是不承認的 那這個補助收入什麼時候承認呢 它等到這個土地建物完結之後 它才一次承認它的補助收入 好 它補助的是買土地 跟前面買儀器不一樣啊 如果我今天補助的這兩百萬 是讓它補助它蓋房子 那就跟前面的儀器是一樣的 所以我補助你的金額是 要蓋房子對色 我的補助收入呢 就要跟什麼 跟房屋的折旧年限是 那個結合在一起的 好 就跟儀器一樣 好 這是情況2 那情況3呢 是補助呢 是從事新產品研究開發的計劃 然後呢 這個X7年投入 這個研發成本3計劃的5分之1 好 它已經是一個particle計劃 所以我看我的完成投入的多少 比例就是根據這個比例 來承認我的補助收入 好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呢 它是借現金 一樣X7年我拿到這個補助的時候 是借現金 但政府補助 但是呢 我這個政府補助 並不是為了去買什麼東西 好 那我這個補助 根據我的什麼計劃完成的程度 來轉列為補助收入 所以第一年呢 我完成這個計劃的5分之1 就20% 就200萬的20% 就成為40萬的政府補助收入 好 這樣看懂嗎 後面的資產副代表的表達 你這樣多應著看 大概就可以了解了 好 那這個是 對政府補助 好 那後面的補助的退還啊 或者是特殊形式的補助 我想你自己看 好 它的特殊補助呢 比如說 欸 因為政府的補助 所以你可以低利 好 它這講的是用比較低的利息 這個地方呢 你後面的例子你自己看一下 對 我就告訴你說 當你政府補助 當你政府補助 那有一些條件的話 那你就不能再接收到補助 所以立即承認為收入 好 就是第一種 我們今天要談的 取得這個資產的另外 第這個形式之一 就是什麼 贈以而來的 那課本上面285頁 舉的是股東的捐贈 那後面的補助320頁呢 這個補助呢 是講的是政府的補助 所以取得的這個資產 那你怎麼入障 好 後續該怎麼處理 就是第一個階段 取得資產入障的方 入障的形式 那你怎麼去入障 取得資產的入障形式 你怎麼去入障的一個探討 好 所以上上的禮拜講的是 然後如果你是自己蓋 自己的資產 第三個我們今天講的是 以贈以而來的 接受贈以而取得這個資產 好 我們接下來談第四個情形 如果是什麼 這個是資產交換而來的 就是交換 我已經把它放在什麼 第四個階段來講它了 好 大家這邊把它放在第一個階段 也可以 因為我們說呢 資產它的取得的方式 另外一種是交換而取得 好 那我們來探討一下資產交換 好 我們來先看什麼叫做 有沒有實質意義 好 實質 商列實質 去不去 商列實質來判斷 好 我們看一下課本裡面 有提到的 好 在我們的286頁 好 我呢 取得這個資產 不是付現金來的 不是自己蓋的 好 也不是呢 無端受到捐贈來的 好 也不是捐贈來的 而是什麼 我跟人家以勿易勿 拿我的原來的資產 非現金的資產 跟它交換 這種叫做以非貨幣性資產交換來的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呢 那我們對於這樣的交換 第一個我們要先去判斷 它具不具有商業實質 什麼叫做商業實質呢 就是說 換進來跟換出去的資產 是完全不一樣的 完全不一樣的 那我就稱它為具有商業實質 好 為什麼我們要看好 怎麼處理的時候 先談一下 要去判評估 看有沒有商業實質 那我們剛剛談商業實質是說 換進來的資產 跟換出去的資產 它的現金流度的時間點 形式 或者是換進來跟換出去資產的 風險跟報酬 完全都不一樣 那就具有商業實質 好 否則的話呢 我們就稱它為不具有商業實質 譬如說好了 好 譬如說好了 我們拿房子換房子 好 那房子換房子 應該是箱頭嘛 房子都是住人的 對不對 好 如果早期 大家會判斷的時候說 它具不具有商業實質 房子換車子 那些房子換房子 是不是一定具有商業實質呢 我們要看 這個房子原來 使用這個房子所產生的效益是什麼 好 跟你換掉這個房子之後 它所產生的效益是什麼 好 我們來參考我舉例了 譬如說我拿台北的喜萊燈飯店 一樣是飯店 跟墾丁的凱撒飯店 凱撒在20年前之前是算是很新的 我現在已經算是新的了 好 可是呢 我還是假設 假設 好 一樣兩個都是飯店 都是住人喔 都是提供人家居住的 但是它具不具有商業實質 好 我說了 兩個都是飯店 都是提供給人家住的 但是這兩個具不具有商業實質 好 那如果是台北的喜萊燈 跟高雄的漢萊飯店 兩個老闆說 我們兩個資產兌換 好 台北的喜萊燈說 老闆說 我收購了台北那種陰冷的天氣 好 那高雄的漢萊飯店呢 說那個老闆說 我收購了高雄的大太陽 我想去台北美白一下 好 所以他們兩個可以交換 那這兩個交換 具不具有商業實質 好 所以你要先去判斷一下 我收購了台北的喜萊燈 我說台北的喜萊燈 我收購了台北的喜萊燈 假設他跟肯定的海大 飯店跟高雄他們來 飯店 海中交換 這兩個利益是不是一樣 利益是不是相同 你判斷一下齁 台上飯店跟喜萊燈換 你看 具不具有商業實質 優遠 具不具有商業實質 還可以選不上 我來問什麼 對 是 什麼是商業實質 蛤 什麼是商業實質 什麼是商業實質 因為你剛剛只是repeat 我剛剛講的話而已 那我前面講的呢 什麼是具有商業實質 什麼是商業實質 什麼判斷 什麼判斷 你要對看嗎 對喔 可以給個 你要是說你不上 你怎麼說 好 什麼情況下你可能會知道 好 我再說一次你會進入嗎 你會專心嗎 重點是你會專心嗎 我可以再講兩次三次 十次都沒有問題 問題是 你可以專注我在上課嗎 可以嗎 可以 你好 好 因為我從剛剛就看到了 好 好 你是憋著 我在訓練我的耐力 好 好 有沒有誰可以告訴我 商業實質是什麼 德勝 好 但那題答案是沒有 蛤 你的問題答案是沒有 答案是沒有 答案是沒有 商業實質 嗯 沒有吧 那你repeat一下 我剛剛講的商業實質是什麼 怎麼判斷 好 未來的現金流的那個啊 性質有沒有發生改變 沒有 那你現在 好 未來的現金流入的時間點 風險報酬有沒有改變 對不對 那你現在認為 台北的喜來生跟肯定的 凱薩交換沒有商業實質嗎 你剛剛就是問看來 看來有沒有 好 好 那為什麼他沒有商業實質的改變 他兩個都是商務飯店 好 他們兩個都是商務飯店 好 沒錯 好 跟林素一樣 差一點 超爽 對啊 所以你當閘機的 好 給你當閘機的 好 好 不缺商業實質 因為兩個都是商務飯店 商務飯店有什麼特性 商務飯店有什麼特性 就是吃飯店 就是吃飯店 なんか小吃飯店 動作 就吃飯店 处方便 然後 做飯店 都可以做 很快 你當閘機 就可以做 去吃飯店 你要談生意嘛 對不對 所以剛才講 你的談生意一定是禮拜一到禮拜五 六日大家都放假去了嘛 所以你能夠談商嗎? 能洽商嗎?洽工嗎? 不行 所以商務飯店 它的住房的 不能講高峰 住房的時間比較多 集中在禮拜天的晚上 到禮拜四的晚上 因為禮拜五白天 我事情半晚我就可以回家嗎? 我就可以搭車走了 所以絕大部分都是 週日的晚上到週四的晚上 所以商務旅館 和住房的高峰時間是這個時間點 那既然喜來登跟亨來都是商務旅館 所以他們住房的時候的 現金流入時間點是不是都一樣? 都是週日的晚上到週四的晚上 所以他們的 我們就很簡單去想說 它的現金流入的時間點 兩個會一樣 因為都是在這個時間點 但是凱喪呢?它是個度假 既然度假一定是什麼? 別人不上班的時間 就是它的什麼? 它的住房率的高峰時間呢? 譬如說禮拜五的晚上 禮拜六這兩天晚上可能 你要想說平日都打五折 然後假日的時候就打九折 然後如果是暑期或者是春節的話 它就是不打折 那你就知道啊 因為這個時間點是大家都搶著要住啊 我根本不用打折來吸引顧客上門啊 所以它的時間點是不一樣的 所以當喜來登跟凱撒交換的時候 它具有商業實質了 因為它的現金流入時間點是不一樣的 所以基本上來講 這兩個交換就具有商業實質 那種講說風險、報酬 它的一個好像太抽象了一點 我說比較簡單用現金流入的時間點 來判斷就好了 好 凱喪它一定是什麼? 放假日 假期的時候 它是住房的高峰時間點 所以它的收入來源 收入時間點會在那個時間 那一般的商務理管的話呢 它可能是在一般的上班時間 是它的收到 這個住房收入的一個比較多的時間點 所以當這兩個交換就不具有商業實質 這兩個交換是具有商業實質 這樣了解了嗎? 好 所以判斷完了之後 我們才能夠知道我的筷子怎麼做 具有商業實質 這兩個具有商業實質的時候 好 你就把它想成 這是兩個交易 如果具有商業實質 你把它想成兩個交易 台北的台 那個喜萊登飯店的老闆 就是把它想成 我把喜萊登賣掉 去買台上 當我是把它賣掉 那我賣掉的價格 跟我這個原來持有喜萊登的賬面價值 中間的差 我就可以承認出售損益 這樣聽懂嗎? 所以要不要判 又為什麼要判斷 永遠具有商業實質? 第一個當然會影響你怎麼去入账 影響是你的入账金額怎麼決定 台北喜萊登跟海薩換的時候 那我就是依什麼? 既然是把它交 既然是出售 我把獎金 我都視為兩個交易 把喜萊登賣掉這個動作 這個交易在買進台上 所以是改成交易 那你既然是賣 那你就可以想 我賣掉喜萊登一定是什麼? 依喜萊登 我出售當時候的公理價值來出售 那我賣掉它 然後呢 我就會什麼? 既然是出售 我就可以承認出售損益 我賣的價格 如果高於我的帳面價值 我就承認 我就承認出售利益 相反的 如果我賣的價格 是低於我的帳面價值 我就承認出售損失 好 那我凱撒 大概是以凱撒那時候的試價 公平價值來認賬 好 所以 當然這兩個價格 不會完全一樣 我喜萊登可能是三億 我凱撒可能只有兩億文 那喜萊登會跟他直接這樣 我的喜萊登給你 你凱撒給我 他會這樣喔 不會啊 既然我這個賣掉 可以拿到三億 我賣你這個才2.5億而已 那你如果要換 你一定要給我現金 好 所以 當兩個公平價值不一樣的時候 你要記得 你的帳上怎麼記載 那是你關起門來自己做的事情 大家等會只知道是公平價值 凱撒的老闆只會知道 然後喜萊登的公平價值 然後呢 喜萊登也知道凱撒的 在我們談交易那時候的公平價值 跟他的帳篇價值沒有關係 好 跟他的帳篇價值 我們在交易的時候 我們就只看這個時候的試價 公平價值是多少來交易 我會說你雙方記多少 賬是公司自己內合計的 好 因為你的帳篇價值 會因為受到什麼 你的折就方法不一樣 如果同樣的資產 A公司用直線法 B公司什麼 用年數合計法 那過了兩年之後 兩個資產的帳篇價值會一樣嗎 不會一樣啊 因為折就方法不同 累積的確的不同 就他的帳篇價值的不同 那所以呢 我說這個帳篇價值 是公司自己內部 自己處理的